原本明亮的基隆市政府行政大楼一楼大厅变得漆黑一片 不少员工都走出办公室查看 6月4号下午的一场大雷雨除了带来丰沛雨量外 更造成基隆市政府行政大楼出现跳电情况 因为这个跳电前洞的负荷比较重 所以他没办法一起全部启动 后来我们请厂商来厂商就昏露启动 就是先开冷气然后再开电灯 然后再开电脑设备然后就恢复正常 以上就是这样的情形 有影响到其他恰光民众吗 是没有因为在停电的时间 我们总机因为断电 没办法接收到民众的电话 请民众能够收包 除了基隆市政府行政大楼发生跳电意外 稍早基隆市新一区月梅路六河街 及暖暖区新荣路一带 将近4000户也发生停电状况 台电基隆一夜处方面表示 主要是顶平便电所第40号 溃线接地或流电翼动作 引起了断路器跳脱事故停电 经过台电方面派员积极抢修下 不到10分钟就恢复正常供电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something you could do